嗨,大家好,我是如如 歡迎來到如如Recipe的Tea Time 今天要為大家分享小米八寶粥 食材有49克小米 29克蓮子 45克大藝人 47克鷹嘴豆 52克綠豆 49克紅豆 24克枸杞 48克紫糯米 60克黃砂糖還有壓力鍋 單獨將49克小米用清水洗淨 小米最好和其他豆子分開洗 小米富含蛋白質、鈣、膳食纖維和豐富的維生素B12 是有助於修復神經組織保持身體的血液和神經細胞健康 不宜長時間的浸泡和搓洗 一個大盆子中放入29克蓮子 45克大藝人 47克的鷹嘴豆 49克的紅豆 52克的紅豆 52克的紅豆 48克的紫糯米 24克的枸杞 用清水清洗乾淨後加入乾淨的小米 倒入補杯水 放入壓力鍋中 高溫煮30分鐘 30分鐘過後打開蓋子 倒入兩杯水 糖60克 再煮15分鐘 煮好後的小米八寶粥 充滿著濃濃的紫糯米以及小米的米油 大藝人柔軟而有嚼勁 煮的軟軟的豆子入口即化 是一道非常好吃又健康的甜粥 也可以加入新鮮的牛奶 冷的、熱的都很好吃 成為牛奶小米八寶粥 小米八寶粥做好了 謝謝收看RuRuRecipe的Tea Time 下次見 MING PAO CANADA